漫威最有情的两个男人 竟然接连被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杀死 而他的目的竟是挑起瓦坎达与世界的大战 金钱豹再次将脱离了死家伙给瓦坎达 这也为他迎来了绝对的权利 掌控斯塔克工业的所有镇金资源 开发了高达大军 另一边一直跟金钱豹合谋的克劳 遭到了对方的背叹 金钱豹带着他的尸首回到瓦坎达 原来他真正的身份是国王兄弟之子 干掉克劳只是为了得到国王的信任 终于一场迅谋已久的大战开始了 面对高达大军 金钱豹提依然高达进入防护罩里 然后关闭防护罩 用电子干扰屏蔽掉战甲与卫星的连接 果然计划顺利达成 高达大军全部停止运作 可金钱豹的野心才刚刚开始 他偷偷按下按钮 启动了备用系统 高达对瓦坎达发动猛烈攻势 战斗中他应有无谓的表现 成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战争结束后 老国王找到他 并倾定他为下一任黑豹 在河下辛勤草后 他见到了黑豹的茶辣 这次战役之后 美军见识了瓦坎达的真正实力 决定发起更大的战争 而小辣椒与黑豹妹妹苏瑞 发现了真相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